好,那這個AVLC,就是我們剛剛... 來,各位安靜好,各位安靜好 這個AVLC就是我們剛剛考試的其他一個題目好 那就是要各位把這個AVLC的定義把它寫出來 那AVLC的定義就是 認成一個Node 它的BalanceDeck的詞啦 就是-1,0或者是1 那BalanceDeck的定義就是 左邊的上去高度,減掉右邊上去的高度 這是我們的定義 好,那這塊就是我們的這個AVLC 在進行一些Operation insert 或delete 的時候 它所需要的時間 只要order中間的時間 然後這塊AVLC的一個特性就是 我們在做Operation的時候 需要一個或者兩個 在insert的時候,需要一個或者兩個 好,那雖然這個,我們看看下面這個地方 這個是一個AVLC 每一個點,它的高度差 左邊緊去右邊的高度 都是正1、伏1或者是1 所以下方這個是一個AVLC 那上方這個寫5 再來就是,我們這個AVLC的話 你要做Operation 假設你需要做Operation 那你就有10種情況 那這個4個情況就是 你加進去的這個資料啊 如果會讓你的這個BalanceDeck 造成這個-1、正負2 就從正負1變成正負2的情況的話 那它就是左右5點 我們必須把它做調整 那做調整的方式就是我們要做Operation 那Operation的方式的話 總共就是有這個四種 那這個LL代表說 你要需要調整的地方啊 是在你這個點 你加進去的地方 是在你這個點 左邊的左邊 Lapt,Lapt 左邊的左邊 這個RR是右邊的右邊 這個LL是左邊的右邊 再來這個RL是右邊的左邊 那這個LL跟RR 所需要的這個調整是 SumpleOperation 然後如果LR跟RR的話 需要是套路直接去 好 那像這個 像這個一個範例就是 這個是LL的情況 就是你加進去的東西啊 這個是有問題的 那有問題的地方啊 是在你的左邊的左邊 那這個人 你只要在這個地方 把它相右旋轉就可以了 相右旋轉 那就可以達成你的目的 那這個的話是 你加進去的這個資料 右邊的右邊 那這個 我們是這個 這個Single Location 向左旋轉就可以了 再來是這個LR 這個是有問題的地方 那你加進去的這個資料 發生在哪裡 有問題的左邊的右邊 左邊的右邊 那所以這個Location 就是需要兩個 先一個就是 Level Location 就是這杯套 向左旋轉 那先我們完畢之後呢 再以A為輪流的 再把它相右旋轉 那我們就得到我們的 這個 這個情況 那下面這個是我們的 188D 好 那這個Table 就是總結我們的 不同的資料結構 我們所需要用的這個時間複雜度 那因為我們現在看的是 這個AVLC 所以我們看到AVLC 我們可以知道說 它的時間複雜度 喔 不管是攝取 直接等個Insert 它需要的時間 都是Order 都不能的時間 再過來 下一塊就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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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剛考試的第二題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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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我們要先定義它 那定義的話 就是 有哪種定義的方式 一種 Node定義方式 一種 那如果我們用Node定義方式的話 就是 我們的Root 跟我們的所有的 Extended Node 它都是黑色 第一個 第二個 第二個就是 任何一條路 從Root到Extended Node 任何一條路 都不會有連續兩個紅色的 這是第二個規則 然後第三個規則 每一條路上面的黑色的 都是一樣多 這是第三個規則 那我們剛剛考試就是 你要把這個規則換成這樣子 好 那這個 如果是用這個AVLC的概念來定義的話 好 那其實 這種是類實的 每一條路上面 每一條路上面 不會有連續兩個紅色的Point 或者叫F 可以 然後再過來就是 每一條路上面的 所有的這個Black 黑色的Beta 是一樣多 這是第三個規則 好 好 那再下來是 這個 紅黑數的高度到底是多少 這個上面 我們稍微證明一下 它的高度 是這個兩倍的Log 2 兩倍的Point 最多 那因此的話 我們的這個時間複雜固 會極限在 Order的Point 的時間 再下來就是 我們這個 RECREATE TREAT 我們剛剛的考試也留了這一題 就是你要把這個資料加進去的時候 你要怎麼什麼加進去 那加進去的話 基本上它是一個 所以雲的這個TREAT的這個資料 左邊的資料比較小 右邊的資料比較大 這是第二 那現在我們要把這個資料 把它加進去 那加進去的時候 一開始 我們就把它設定為紅色 那如果設定為紅色之後呢 發生之後 我們可以把我們剛剛的這個 三個條件的情況之下 那我們就必須要調整 那像右邊這個 就是 加進去是這個紅色的 可是它PARENT也是紅色的 我們不能連取兩個紅色 那所以我們就必須加以調整 好 那這個加以調整的這個方式 其實這個 雖然這邊說有八個 有八個PARENT的方式 那其實總共就是兩個規則 那一個規則就是說 你這個 你的PARENT的這個 下面這個叫做 BREAD PARENT BREAD PARENT的另外一個小孩的 到底是不是紅色 跟你這個是一樣的顏色 如果你是一樣的紅色的話 是屬於一列 那這個結尾就是 哪個這種情況 那如果是 這個D的話 是黑色的 那就另外一列 就是我們這個結尾是B的這種情況 是另外一列 那也是一樣的 就是這個LL 你加進去的這個地方 是在左邊的左邊 那LL就是在你的左邊的右邊 可以是這樣的情況 好 那如果是你的這個 剛剛說這個D的話 如果是紅色的話 那紅色的話 我們有一個這個 這個記憶的方式非常單純 那有時候中學可能 到後來會弄不清楚 那其實這個記憶方式是很單純 因為你是紅色你是紅色 那因此的話我們就可以把這個紅色 黑色跟它的這個 它的Gray paint 顏色做交換 交換之後啊 你這一條路上面跟這條路上面 它的黑色的點 保持不變一樣多 所以你可以把 黑色可以把這個顏色做交換 所以呢 這個只要是紅 這邊是紅色的 為什麼它可以做交換 所以跟它顏色一樣 那我們做交換之後 你的黑色的 不會增加 就是一樣多 所以呢 這個做交換之後呢 這個就黑色了 這個變成黑色 那一個黑色在這個地方 交換之後呢 這個是黑色 所以從路上往下看 黑色一個點 從這邊往下看 黑色也是一個點 所以在這個部分的話 黑色的點沒有增加 那就是保持我們的第三個規則 黑色的點 每一條路都是一樣多 好 所以這個做交換之後 再下來 我們就看一看 上面這個 往上看有沒有這個連續兩個紅色的問題 如果有這個問題的話 我們就繼續調整 那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結束了 那假設你這個DU DU假設 你現在已經到達路可路 那非常簡單 路可一定是不能紅色的 路可一定是黑色的 所以如果DU是到達路可的話 我們就把DU這個直接把它變成黑色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就是一路往上做調整 那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情況是我們需要做旋轉 那這個是黑色的 所以你這邊不能變換顏色 因為你變換顏色之後啊 你的這個 你這個紅色往上跑 這個黑色下降來 降下來 在這一條路上面 原來有一個黑色 你如果做顏色變換的話 你這個變紅 這個變成紅色 那你從這邊看下來的話 就剩下一個黑色 所以黑色的點就減少一點點 那這樣的話就沒辦法保持 我們說每一條路徑上面的黑色點 一樣多的情況 所以就不能做顏色變換 好 那所以這一類的 這個B結尾這一類的 就是你另外這個B這邊是黑色的 那你怎麼做我們的這個黑選 那我推薦的這個原則 最簡單的原則就是 你選擇完畢之後 你的in order的順序要製 跟原來還沒選擇之前要製製 in order的順序要製製 所以你這個檢查 你的選擇到底對沒有 非常單純的齁 你就看你的in order 到底對了沒有 這一定要 旋轉完畢之後 未來各位考試也是一樣齁 旋轉完畢之後啊 一定要檢查看 你的in order到底對了沒有 這個是最後看完的依據齁 那你如果旋轉完畢之後 in order不對 那代表你的旋轉是一定不對 好 那這個咧 所以咧這個就是我們做一些旋轉 那像這個旋轉完畢之後 是長滿相加一個情報 那黑色的部分 從這一條路往下看 有亮著也是黑色 旋轉完畢之後呢 這個是黑色 這個也是黑色 它一樣看到兩個黑色 然後如果看左邊這個呢 看左邊這個 是一個黑色的 這邊往下看 A跟V不管 這個也是一個黑色的 所以黑色等的話沒有變 那下面這個也是一個旋轉齁 也是一個旋轉 那不必去背說這個旋轉到底怎麼旋轉齁 總是一句話 in order要不變 這個是最重要的 你不要去背怎麼旋轉 好 那這個是 這個是等於是向左邊旋轉齁 那撞完之後是像這樣一個情況 那也是一樣 這個往下看有兩個黑色的 這個你先往下看有兩個黑色的 Y跟V是黑色的 那如果向左邊看的話 向左邊看的話 這個是一個黑色的 再往V看也是一個黑色的 所以這個旋轉之後呢 OK了 好 那這個底下這個是範例 我們就跳過去了 好 再下來就是這個Spraytree 那我們前面看到就是 我們的這個AVL3 我們必須在每一個Node儲存 它的所謂的Balance Factor 就是它的高度差 那這個紅黑數的話 我們就是每一個Node要儲存 它到底是黑色還是紅色 要儲存這樣的東西 那在這個Spraytree裡面的話 我們沒有儲存這些Balance Information 我們沒有儲存 好 那這個Spraytree 這個用了兩種形式 一個是Botten Up 由下而上 第二種的話是Top Down 由上而下 好 那我們的這個Spraytree 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 最後這個範例 我們看一下 因為它這個旋轉的方式有好幾種 那每一次的話 我們就是看 其實就是 看連續成三個點 每次看兩個類似這樣 那我們看一下 這個旋轉也是 就是重點就是這個Inholder Sequence 一定要往直變 這是最單純的 那我們的夢標 就是要把那Spray的點 往上升 升到什麼地方 升到Root 這個中間是講就是 這個S 譬如說這個S 是我們剛加進去這個點 那這個資料來 我們就要往上升到Root 那為什麼要升到Root 最重要就是 上一次我們有談過 就是說 我們在搜尋的時候 會有Lokary 這種現象 那所謂Lokary 就是 你這一次可以搜尋到的話 你很可能在下一個時間裡面 又要立刻被搜尋 所以我們要把你這一次 剛搜尋的資料 把它放到Root 以便你下一次很快可以被搜尋到 所以這個 我們的目標就是 要把這個X 把他一直把它變到Root 好 那 這個我們一次又也是 這個L 我們一次又連續看三個點 來看 那你要想辦法把這個S把它放到Root 所以你就要做旋轉 那旋轉完畢之後 你的Node sequence是不能變 所以這個就是要做旋轉 那下面這個Root 也是一樣 你也是想辦法把它做旋轉 讓S往上升 這個是目標 好 好 所以呢 這個 這邊這個範例 這個範例 就是 原來這個 3 4 5 那5的話 這個是 右邊的右邊 所以我們做一個RR的一個 location 那RR的location的話 轉完B之後咧 我們就是往上升 然後咧 這個 上升之後 你的4跟3 會在你的左邊 記得 Inorder sequence要不變 所以這個非常單純 Inorder sequence要不變 然後再下來 你這個 不是在7跟6的左邊 所以你要做LL的location 那做完之後咧 就變成這個形狀 變成這個形狀 然後再下來 我們這個是在L 它在這個8的左邊的右邊 所以我們就要做一個LR的location 那我們的目標也是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你要想辦法 做location 而且讓你的這個 Inorder sequence不要變 那做出來是 長得像這樣一個情況 那最後來這個是RR的情況 你再把它往上升 那往上升之後咧 就得到這個狀況 那這個狀況得到之後咧 我們就 就這個 工作就結束了 好 好 再下來是第二種這個 TOP DOWN的SPLATSHIP 那這個等一下我們下課之後 再來介紹 那 在這個下課之前啊 就是 有兩件事情 你們都會說 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下禮拜一這個時間 我們到期末行 那期末行 那期末行就是 其中之後的部分 就是 第五章之後的部分 齊末好之後的部分 齊末好之後的部分 這是第一件事情 齊末好之後的部分 第五章嗎 對不對 對不對 對 我們從第五章開始討 齊末好之後的部分 第五章 來幫他們的同學 做這個 從事設計的這個加強訓練 齁 那我非常期待 我們這個同學 也有能夠 去那邊 免費受訓 那記得啊 你要 未來如果你到了 公司去上班 去外面受訓 都要講學費的 免費受訓 那我覺得這個 這個機會非常難得齁 那 同時啊 這個 本來這個在 各位在大二下課的時候 原本我們會有 開明課跟 標準組織設計 這名課 但是這名課下課也不開 下課裡面這名課齁 那所以呢 這個 各位要趁這個機會 不用彈架的時候啊 去免費受訓 那這個 吳勇輝教授啊 是這個 每次世界級的名教練齁 他是從上海復蘭大學來的 那他以前所指導的那個 學生決賽跟他這個 繩子設計比賽啊 都能夠進入世界總決賽 所以這個 職位探索到這個 什麼 中心大學花了一些錢 大家請來這邊 這個 幫我們做訓練 那所以呢 這個是 請各位同學能夠 這個 勇烈參加齁 那要參加的同學要先 提Email給我講 不是自己快去嗎 你雖然是去旁邊的人 可是我們也是要告訴主人說 我們有通話文台 對不對 免得我們這個 全部的同學有70個充去的 他叫什麼多用 他有個性 所以要時間講 好那我們就先下車休閒 好那我們就先下車休閒